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末时间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一 都还会绕着美国跟北韩 他们两个又在放什么话 又在影响什么指数 我这两天我一直告诉大家 礼拜四 礼拜五 我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金融市场上这一只灰犀牛 真的对着市场上冲过来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掌握这个行情的机会 不要去管美国总统又讲什么了 也不要去管北韩又讲了什么话 说真的 你真的会选股 真的会操作 礼拜五或者是讲这个礼拜 行情有多大 光是礼拜五一天 灰犀牛一天涨幅超过15% 不是盘下涨15% 是平盘上面涨15% 你说马老师 台股涨跌幅不是只有10%吗 不是所有股票 关键重点怎么样来选择这个个股 我在礼拜五早上 我还特别提醒你 我说这只是大只的灰犀牛 有没有 低档带你去做布局 成交量几万张 股价从20块跌到10块以下 我说一涨会非常的惊人 它不受10%的限制 而且到礼拜四 它的周量就已经创天亮 它是一个落底强翻 落底翻的强翻 我昨天早上这么讲的时候 你不相信 我还特别让你看 在礼拜四9点06分 有没有 礼拜四9点06分 我说道琼开始要修正了 这两个股 那时候价格8.99 空手着可以在9元以下买进 9元以下买进 来来来 9点06分 礼拜四 开低压下来 开低压下来 你看看 我们把这边看大一点 是不是9块钱以下 我发抠讯的时候 8.99 真的在9块钱以下 很好买 数量够 一张不用1万块 你都买得起 不是大力光 一张要500多万 你买不起啊 一张1万块不到 你绝对买得起 重点 你买几张 你有没有低档 真的去买 如果说低档 你没有去买 礼拜四的早盘 8块9毛7附近去买它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 买以后 这不是平盘线 平盘线在这里 平盘线在这里 买了以后 就真的在涨 礼拜三涨 礼拜四涨 来来来 先让你看结果 礼拜五 15.5% 直接开高 15.5% 两天 礼拜四早盘去买 到礼拜五收盘 将近18% 涨幅将近18% 怎么会没有机会 更重要更精彩的在这里 我昨天告诉大家的 它的涨幅不受10%的限制 周量爆天亮 你看看到礼拜五 礼拜五的周量 这一周18万张 谁在买啊 18万张 是不是落底强翻 股价从20块 有没有 从20块跌到10块以下 这是很好的买点 你在最近低档买的 9块附近 9块以下去买的 到礼拜五 真的都赚翻了 有没有 我希望你是在低档买进 而不是在高档买 而不是在低档呢 看到真的消息面都 不好不好的时候呢 卖在低档 这真的是选股跟操作啊 我说 礼拜四你绝对想不到 礼拜五为什么会涨15% 礼拜四找盘去买 买了马上涨 大盘跌140点哦 礼拜五大盘是回到平盘 它涨15% 15.5% 成交量这个礼拜超过18万张 我把这些现象告诉你 你都很好找 你都知道是哪一档了 我为什么不直接公开讲就好了 我不要你替我会员抬轿啊 我说过 这些个股在低档的时候 我们要的是 你真的能够在低档 买好股票 买好的个股 能够会大涨 在底部发动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重压 而不是说涨上去了 你替我会员抬轿 我也不会高兴啊 因为你买的高了 相对你的风险会大 那重点来了 你说马老师 礼拜五报天亮 礼拜五报天亮 这周报天亮 一根大长虹 这个礼拜真的是一根大长虹 这周大长虹 到底礼拜五要卖呢 还是礼拜五还要再加码 你知不知道 这才是最关键嘛 不是说涨上来了 赚个10% 15%你又跑了 做股票 你如果说只是赚3% 5% 那每天换股票很辛苦的啊 关键重点 来 我给你看几个数字 大盘在礼拜五 你仔细看 大盘开低走高 四天时间 从礼拜二的10619 跌到10238 381点 收盘跌0.17 几乎是收平盘啊 控盘很厉害的啊 控盘厉害在哪里 你要守颈线 10284守住颈线 你要守记线 10322守记线 收盘多少 你看到收盘10329 颈线10328 季线10322 全部守住 你相信吗 但是真的做到了 可是你也心里有一个疙瘩 什么疙瘩 礼拜五的亚洲股市 大陆股市也好 南韩股市也好 大跌1.6% 更不用讲 香港股市跌了553点 大跌2.02% 你相不相信 我还是告诉你 选股 不是在指数 指数这些控盘人 他有不得理的压力啊 他一定要稳住 关键重点来了 来 你看到礼拜四哦 礼拜四 纳斯达克 破记线 前面破记线 一天马上就弹上来 对不对 这一次破记线 会不会反弹 纳斯达克 礼拜四是破记线 道琼 礼拜四的收盘 还离记线 正乖里有412点 你问我你自己 道琼 记线会不会跌破 不要说我马老师讲 我讲一定说 我一定看好某档股票 对 我看好大新油 这个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你回头看看 礼拜四 为什么VIX指数 上上礼拜 VIX指数创下23年新低 外资就告诉你 美国道琼要小心 23年新低代表说 波动率太低的话 很危险 会转折 我这样讲已经很明白了 VIX一天礼拜四 暴涨44% 怎么样掌握这个黑犀牛 这个黑犀牛 再往上走的时候 有哪些利多跟台股的条件 我们看台股就好 上礼拜还记不记得 我说台积电 收KD指标是往下 这个礼拜 要临轴变盘 还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讲的 上礼拜我讲的内容 你现在先看我礼拜四的解盘 我说台积电7月营收 估计会保守 低于6月份 有没有 这种观点 你回头看看 公布营收以后 台积电礼拜五下跌 只是小跌而已 只是小跌而已 它有没有临轴转负 柱状图临轴转为负值 负0.26 有没有转成空 它要止住也可以 下礼拜再拉上去 拉到215216以上 再赶快把整个技术指标 扭转上去 可以 但是你认为机会大不大 你再看一个数字 6月初以来 台积电在210块上下 10周的时间 10周哦 两个半月 在210上下 这个10块钱 盘了这个10周 不要说往下走弱的话 那会形成10周的套牢头部啊 怎么做 最明显最直接的 很多投资朋友 你也看到一个最真实的现象 礼拜五 强势个股还是很强 弱势股票还在破低点 我希望你手上都没有弱势的股票 但是我也告诉你 80%的投资朋友 手上还是弱势个股 就像我在节目上 我请大家避开的号顶 233 到礼拜 礼拜五的时候 4174号顶 剩多少 191 这个价差差了42块 还不打紧 最主要的是什么 投资朋友你自己看 我把图缩小一点 你看 号顶 191块 创挂牌历史新低 怎么会这样 立峰 我讲的时候 129块 请你避开 4137的立峰 你看看立峰 礼拜五剩多少 收最低 102块 102块 这个价差差了多少 差了27块 也不打紧 里面还有包含一些除息 但是你知道说立峰 102块 创挂牌新低 那个是什么感受 生技股 浩顶 立峰 还有一档 我前面请大家避开的 生华科 我讲的时候 已经两根藏黑了 98块 1 两根藏黑 叠了四成 我请你避开 对不对 来 你看看 我讲的时候是这里 还有反弹 回补一下缺口 结果呢 从我讲完 98块 1 有没有 98块 1 叠下来 又差了26块 8 10张 26万8 那个感觉差距 真的很大一段 那更不用讲那些投机股 还有营建股 我跟你说 反弹上来是给你出的 不是给你买的 礼拜五 两档主力股 一档营建股 杀到跌停板 是不是我都提醒过大家 那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回到 我说 我们所掌握的 这只大只的灰犀牛 你猜猜看 我不要你抬教 我没有公开 我不要你抬教 我也不要你去 帮我们会员 什么锁筹码 他的涨势 不受涨幅 一天10%的一个限制 为什么 礼拜五 一天涨15.5% 你再看一次 来 你再看一次 一天 不是开低走高 涨15% 是一天直接开高 涨15.5% 我带你做到了 那接下来呢 请问 头是朋友 你最关心的 报天亮 礼拜五 报天亮 这一周 报天亮 18万张 马老师 还可不可以 这边买 还可不可以 赶快 趁着震荡的时候 低档上车 还是说 拉高上来 下个礼拜 什么价位要卖 我知道头 这边你要拆这些股票 很容易啊 能够涨幅超过10%的 没有几档啊 全市场 礼拜五 礼拜五 量最大的就是它 怎么样掌握这个机会 你不要看这个礼拜 哇 一下子跌了381点 这种金鉴机会才 真的是可以回撤 鉴标股 路遥之马力啊 震荡见实力啊 怎么样跟上这个机会 好好把握中场的资讯 马上回来 以上是记者少庭在街头的采访报导 记者募集一场车祸 由于两台机车相撞造成三人受伤 车祸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跑车并排停车 小姐小姐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并排停车 我只是想去买东西 一切这样而已啊 我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啊 旁边一下子 货害一辈子 请勿并排停车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我学习的快乐 在我做事情上面 我就更有神旧感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农师 让自己的餐人 发挥出自己的处理 而生用你们主义的食物经验 技职训练可以让你具有更大的优势 找尋出自己道路的方向 技职驾驭我到我无限能力 选技职 好好读 有前途 消灭灯格热 仔细清扫 立即做 饮水积水盘 若有积水要倒干净 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 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花瓶底部 盆栽底盘 要常常刷洗 避免温软附着 不使用的水桶 记得倒置晾干净 别忘了食温鱼 也是消灭急绝的小帮手哦 防止灯格热 清干净 倒干净 刷干净 晾干净 大家一起来 你未来想做什么啊 如果你对未来感到茫然 找不到方向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 请不要停止前进 相信每一段经历 都是蜕变的开始 相信每个人 都有改变的机会 从现在起 找到自己 找到未来 劳动部 劳动力发展署 陶竹苗分署 欢迎回到亚洲之星 周末时间里面 投资朋友 你不妨好好想一想 为什么我一直告诉大家 从七月份以来 我说我马老师呢 佛心来的 我花了很多时间 我一直告诉大家 不要跟着市场上 好像什么股票强势个股 继续追涨停 追涨停的 这一个多月来 我带着很多很多的 投资朋友 该避开的弱势个股 我带你避开了 就像这几天 反弹的过程里面 我一直告诉大家 有些个股反弹上来 你不能碰 之前跟你说的 结态 是不是第一根 长黑的时候 我说这是一个头部形态 有反弹 有打开 你不要碰 结果呢 短短12个交易日 跌了4成5 有没有带你避开 连光通 上升趋势线 长黑灌破 我说请你避开 这种头部的形态 短短 12个交易日 跌了5成6 我说就算是上面卖一张 底下可以买两张 我也不会带你买 前两天我所说的 弹上来是给你调节 不是给你追价的 结果你自己看 礼拜五大盘开低走高 它为什么又躺平呢 4903 连光通 为什么又躺平呢 可以随便买吗 绝对不行 这种关键的重点 我像这个礼拜 我还一直告诉大家 银剑股上礼拜的周线 形成一个大的头部 有一些是不能说的秘密 你看到这个礼拜 银剑股一个一个 创今年新低 为什么 为什么银剑一个一个 创今年新低 为什么你看到礼拜五 新剑收盘打到跌停板 爆量5000多张 我能够讲的 我都告诉你了 这种头部形态 M头架构 这不是金色拱门 不是麦当劳的金色拱门 这是绿色拱门 绿色拱门一套 套了很多人 我这样讲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不要碰就是不要碰 就像弱势个股 你以为他在地下室了 突然发现地下室还有好多层 233块 跌到礼拜五 已经差了42块 有没有提醒你 利丰 129块 跌到礼拜五 已经差了27块 升华科 有没有 跌到98块 提醒你不要随便乱抢 反弹还是要避开 结果真的 跌到礼拜五 已经差了26块 8 这三档生计股 还有一个共通的特色 不但是跌了一大段下来之外 收盘价 礼拜五收盘价 都创挂牌以来的新低 选股重不重要 跟对一个好的老师 操作重不重要 说真的 你就算是跟着我就抱着一些好股票 也不会这么弱 浩鼎 利丰 升华科 为什么一个个往下走 不是只有如此 我在7月底的时候 我讲一些个股 真的都一个个印证了 8464的易丰 有没有 那个时候369块半 8464的易丰 你看看礼拜五 大盘不是拉尾盘拉起来吗 他为什么跌19块 易丰一叉叉了36块半 你回头看一看 我讲的内容 你现在回头一看 真的 马老师 你真的都事先讲 3081的联雅394 3081的联雅 你看到礼拜五剩多少 36 368块半 差了25块半 是不是都告诉大家 我没有叫你放空 我希望说你不要套劳在上面就好了 还有一些中低价的股票 汉糖 我说这是年限 现在真的跌破年限了 真的跌破年限 剩多少 汉糖 礼拜五剩54块7 我讲的时候 66块5 差了11块8了 中间包含了除息 但是除息之后呢 贴息贴得很严重啊 这是不是一个头部心香 你看到冲泰弱势 我讲完以后 到礼拜五 又差了7块半 甚至连明太 3380的明太 我讲的时候 27.55 这是一个大的M头 绿色拱门啊 你回头看看3380的明太 礼拜五剩21块8 你回头看看股价 我讲的时候在这里 27.55 27.55 这些啊 还有很多个股 我能够帮你的 甚至投资朋友 你打电话来 跟我请教说你的持股 我能够帮你调整的 我真的都亲自帮你调整 最主要的重点 我不希望你套在上面 不希望你把股票套在高档 对我马老师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套个10万 20万 套个100万 200万 我也不去赚钱 我要能够帮你赚钱是 帮你能够保住 高档的破底的股票 不要再让你下跌 不要再让你资产缩水了 然后去买会涨的股票 礼拜四早盘去买 礼拜五光是两天 差了17.8% 幅度差了17.8% 礼拜五一天超过15% 全市场那个老师 买一档股票会超过10%的 大部分绝大部分的股票 涨跌幅10% 这些观点我们回过头来 周末时间还包含下礼拜一 你还是会看到这个灰犀牛 对着金融市场横冲直撞 请问你要怎么样去面对 就像我告诉你 台股礼拜五 你要守颈线10284 你要守季线10322 礼拜五控盘都给你做到了 做得很漂亮 你相信吗 香港跌553点 跌了2.02% 韩国大陆礼拜五跌了1.6% 台股平盘 重点我说不是在指数 纳斯达克破季线 道琼会不会破季线 你告诉我 美国为什么VIX指数 一天礼拜四 44% 44% 我上礼拜 周末时间我告诉大家 这一周台积电的MACD 临轴变盘 真的是临轴变盘 他这个礼拜还给你填席 创新高 有没有 填席创新高以后 临轴转空 转为负的0.26 是不是临轴变盘 最主要的 很多观点我都说过 美国为什么道琼会拉回 最主要因素不是川普讲话 升席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尤其六月份以后的升席 让整个美元指数 非常的疲弱 这是关键 市场上有几个老师看得懂 有多少分析在台面上 告诉你该避开的要避开 我做到了 我希望你都能够避开 这些下跌的个股 那关键重点 礼拜四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大只灰犀牛 他不受10%涨跌幅的限制 他在礼拜四 周亮创天亮 这个礼拜 落底强斑 我讲的内容 我在礼拜五早上 还特别给你看 有没有 9块以下可以买 9块以下可以买 一开盘9点06分 真的在9块以下 来 礼拜四买了就涨2%多 到礼拜五呢 一天暴涨15.5% 不用我讲 你都可以猜得出来 市场上你都可以 看得到媒体资讯 最重要的重点 马老师 这个价位是要调节卖呢 还是压回来 还可以震荡再买 会涨到哪里 这才是最关键的 低档买不算什么 股价从20块 跌到10块以下 我买这里 我买这里 涨上来不算什么 会涨到哪里 这是一个金剑的机会财 真的行情一震荡出来的时候 板档见实力 你不要认为说行情 没有机会 金剑机会财的时候 这个礼拜大盘震荡381点 机会真的来了 回测真的见标股 一天15% 下礼拜我告诉你 更大 这个机会怎么掌握 中场的资讯 好好把握机会 跟上我的脚步 也祝你周一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所以什么资料仲杨 欢迎订查 惧 请见训 可 such a